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2号星期五 岸田文雄来美国国会演讲了 演讲的全文 我们在这说一下 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和重视 海外的这种所谓的恨国党 还有反贼们简直就高潮了 因为岸田文雄这次演讲 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在针对中国 所以你说恨国党反贼们肯定就高潮了 这边演讲他有题目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那个题目好不好 我给他定一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非常贴切的 他演讲的我看了一遍 题目我觉得非常贴切 题目就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是文明世界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 而美国和日本必须携手干掉中国 就是这篇演讲的主题 真的我不开玩笑 我现在把他这篇演讲从头到尾给你读一遍 好不好 你看看我这个标题下的对还是不对 好吧 他那么说 他说尊敬的议长先生 当然他演讲还比较风趣 他说这个应该是他们提前写的稿 研究了很久的 尊敬的议长先生 尊敬的副总统女士 怎么意思 议长就是众议院的 他的演讲应该是众议院去要求他来的 所以他把议长搁在前面 副总统就是美国参议院的议长 就是说这就是这个怎么说的众议院参议院 然后尊敬的美国国会议员 因为来国会演讲 下面都是国会议员 然后尊敬的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从来没有在日本 他说完之后 大家不就鼓掌 给他表达意外 站起来他鼓掌 据说他这次演讲 有48次起立鼓掌 还非常成功的一次演讲 他讲完这个之后 不就是大家就鼓掌 给他欢迎一下 让大家鼓掌落座 安倍说 不安倍 这个岸天文雄 他说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国会 得到过如此热烈的掌声 就开玩笑 大家都挺高兴 笑一下幽默 然后我将向大家 介绍我的妻子Yoko 他说我与Yoko的婚姻 他会在旁边 他说我与Yoko的婚姻 应该让大家 对我所做的所有决定 都充满信心 你看我娶的老婆 多好 开玩笑 能够在民主的堡垒 与美国人民的代表面前发表讲话 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九年前 我亲密的朋友 已故的安倍晋三首相 就站在这同一个地方 发表了一篇 题为走向希望的联盟的演讲 当时我是安倍晋三内阁的外务大臣 目睹了我们两国之间的纽带 深受触动 我从小时候起 就与美国有着一种的联系 当然这个就说明 我是一种传承的 我们日本对美国一直都是这样 从安倍到现在是一种传承 我当时也参与了 就是一种传承 然后再接着跟美国人套近乎 他说我从小时候起 就与美国有一种联系 也许是因为我在纽约皇后区的 20号和13号公立学校 度过了三年的小学生活 虽然我是那里唯一的日本学生 但我的同学们友善的接受了我 并帮助我融入了一个新的文化 他父亲在美国 当时工作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在美国待过几年 当时外派也来美国 他说我们家是在1963年的秋天 来到美国的 几年间 我家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我父亲每天乘坐地铁去曼哈顿的工作 担任一个贸易官员 他父亲当外派过来的 我们为大都会队和阳机队加油 纽约队的球队 还在康尼岛 康尼岛他应该就是康尼艾伦的那 他翻译有问题 我觉得是康尼岛 当然这个东西翻译的各有各的翻译 应该是康尼艾伦的 吃热狗 放假的时候 我们会去尼加达达大瀑布 或者华盛顿特区 就华盛顿DC 去旅游 我还记得一些 对一个日本小男孩来说 有趣而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了 弗林特斯通一家 弗林特斯通的主角 就是弗莱的弗林斯通 他看这一家 他当时是196几年的时候的动画片了 他说我仍然怀念的节目 虽然我从没能够理解 鸭巴达巴度的意思 鸭巴达巴度 我给你解释一下 市里边扛个人物 就是弗莱的弗林斯通的 一个标志的言语 当他每次特别开心的时候 他就说 鸭巴鸭巴度 就特别高兴 就这意思 没有什么具体意思 翻译成中文 大概就是什么 就这意思 但他说这些的目的 就是套近乎 就觉得我在美国学习过 我在美国工作过 我了解美国文化 我支持美国的球队 就这套近乎 所以他说 经过60年 我想对黄寇区的 友好的人民 传达一个信心 感谢你们 让我的家人 和我感到如此的受欢迎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那现实情况 在六几年 以美国那么排外来讲 63年他在美国上小学 然后在小学里边 只有他一个日本学生的话 我觉得他经常被弹脑杯 什么扒裤子 我觉得 然后什么冲天波 我跟你说 以我对美国的了解 你要上大学还好一点 小学 尤其是你是一个 刚刚从日本过来的 又不会说日语的 所以 但是没关系 事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拉近 和美国的这种感情和纽带 他主要是这个意思 你懂吧 反正就是这样 他说 今天我作为美国的 长期的亲密朋友 向大家发表讲话 我聊一道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正在对潮汐盆地 进行一项的修复项目 作为日本的一个友好的姿态 日本将向美国提供 250颗樱花树 将它们种植在 美国国家公园的 潮汐地盆地那里 以迎接美国独立 250周年的到来 正如您可能还记得的 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 就在皇后区举办 它的象征是一个巨大的 环球雕塑 而博览会的主题 是通过理解实现和平 然而我们也知道 实现和平需要的 不仅仅是理解 还需要决心 美国通过经济 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 塑造了战后世界的国际秩序 美国倡讨自由和民主 鼓励各国的稳定与繁荣 包括日本在内 当必要的时候 美国也做出了崇高的牺牲 日本的繁荣 稳定和繁荣 美国也是做贡献的 要不然日本现在 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一点 日本现在就如此的腿 如此的丧 也是在美国倡导的 国语指引当中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跟美国 拉拢关系 日本都是来拉拢关系的 他说当必要的时候 美国做出了崇高的牺牲 履行了美国 对更好世界的承诺 美国的政策 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即人类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受到专制国家压迫的环境中 在这个环境中 你被追踪和监视 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 我们相信自由是人类的氧气 世界需要美国继续在国家事务中 发挥这一关键作用 然而 当我们今天到这里会面的时候 我察觉到 一些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产生了自我怀疑 他意思这是不对的 你们不要怀疑 你们就是最好的 你们就是最棒的 我来给美国打气栏 就是这么意思 他说这种自我怀疑 正出现在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候 这是绝对不行的 你们不要怀疑自己 你们就是最好的 最棒的 你们为全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是他的着落目的 他说后冷战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现在正将处于一个将定义人类历史下一阶段的转折点 美国为了建立国际秩序 而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 但现在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面临着来自那些价值观和原则 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挑战 主要指的是谁 就是中国 他尽量不提中国 但是其实句句不离中国 你仔细琢磨 他其实说的就是中国 为什么说是中国 后面给你做解释 自由和民主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 气候变化 应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灾害 贫困和人口的流济失所 气候变化的话 现在谁来做贡献 有便宜的太阳能把你用吗 有便宜的东西说你要吗 你不要吗 对不对 在新冠疫情中 全人类都受到了苦难 人工智能技术的 这也指责中国 但是新冠疫情 你说 这个病毒 咱们就说 就是从武汉实验室出来了 咱们就承认这一点 那是谁让他搞的 是谁拿钱让他搞的 对吧 不是夫妻 不是你美国拿去 让他搞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追究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 是你美国弄过去的 对不对 黑不提白不提 没法提 而且武汉第一次一出事 是因为美国 四十多个美国的科学家 站出来联名信 说绝对不是实验室出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不也是担心 最后溯源送到美国来吗 对吧 你最后你要只做中国 那中国最后整个翻出来 这东西都是你给我 都是你要我做的 你怎么呢 对吧 所以问题不在这 对吧 好 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导致着一场 关于人工智能灵魂的战争 这样战争在人工智能希望 和人工智能威胁之间的进行着 那经济权力的平衡正在转移 全球南方在应对挑战和机翼方面 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并呼吁了有更大的发源权 回到日本的周边地区 中国目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 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都构成了全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安全 那这直接就挑明了 直接直指中国 那么后面就避免再谈 但是就从这一句话就告诉你 那我说的是谁 在中国的挑战持续存在的同时 我们日本致力于维护 以法治为基础的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以及和平的承诺 你看对中国和日本进行的一个比较 就是中国在搞破坏 我们日本在搞 在搞维护 在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在破坏世界和平 那作为 我要再说一句话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 将近是不是有200年的时间了 200多年快200年的时间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 快200年的时间 中国可没有入侵过任何国家 没有问题吧 就哪怕跟印度和越南打仗 到最后人物和人打仗 基本上打完之后就往后退 退回来之后 不但退到原先的边界线 甚至比原先边界线还往后再多退一点 对吧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 200年了 中国就没有去打过谁 日本这200年可是没闲着 对不对 美国呢 美国也200年又闲着了 对不对 我说最简单的 你德克亚斯从哪来的 对吧 墨西哥人民心头永远的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接着说 那么 在中国的挑战持续存在的同时 你看 聚聚不离中国 在中国的挑战 持续存在的同时 我们日本的致力维护于 国际制数和和平的承诺 作为广岛的出身 他在广岛出身 他说我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多年来 我一直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那东亚地区存在着核武器扩散的严重的危险 朝鲜的核导弹计划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朝鲜的挑衅行动对该地区产生的影响 朝鲜还向俄罗斯输出其弹道导弹 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极大的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不公和残酷的侵略战争 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 那据我得到的消息 北约部队已经进入乌克兰了 而且已经有小范围的和俄罗斯军队的交火 那这个到底是俄乌战争还是什么战争 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那么此外 俄罗斯继续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引发全球关切 核武器的再次灾难可能是真实的 在这种现实中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与确保美日联盟的威慑力量 保持可信和有弹性 新的形式的压迫正在加诸于世界 通过数字技术 自由正在受到压制 社交媒体受到审查监控和控制 经济胁迫和债务陷阱 和债务陷阱的外交越来越多 最多指的都是中国 但是现在指的中国一带一路都是经济胁迫和债务陷阱 反正指的一带一路 一直都这么说 世界银行或者IMF对别人的这种经济胁迫和债务陷阱就不提了 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依赖被利用和武器化 面对如此迅速变化压力 我们如何继续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呢 面对如今的挑战 其实还是指都 你看这什么经济胁迫照相指都是中国 面对如今的挑战 他不提中国 但说上是中国 他说美国日本需要坚定的坚持和推动的以下言则 坚持自由和民主 自由和民主是美国日本共同的价值观 是美国日本必须来捍卫他们 美国日本应该支持那些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们 并与他们合作 推动这些价值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尊重和实现 加强国际合作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国际合作是简直未停的关键 我们应该加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 并致力于建立和加强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应对的共同挑战 维护法治和国际秩序 法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 是确保稳定和公众的基础 美国和日本应该坚确反对 任何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主权的行为 并通过国际合作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那你巴几问题呢 对吧 就是你现在以色列 你怎么打人家巴勒斯坦和伊朗 都是应该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以色列炸了伊党大使馆是可以的 伊党不能炸伊色列大使馆 你这个是一种国际合作和外交手段 来解决争端 他说 推动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 贫困和不平等等等问题 对于全球稳定和繁荣共同威胁 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采取行动减少态盘放 保护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那保护呢 数字权益 在数字时代 保护个人的数字权益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努力确保数字技术的使用 符合道德和法律准则 防止滥用和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 通过坚定的秉持这些原则 并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 我们可以共同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维护美国日本共同的价值观 并促进一个更加和平 繁荣和公正的世界 我想向那些感受到孤独和疲惫的 美国人传达一些话 就看见美国人不产生一些自我怀疑 因为你看美国的 美国是不是他空军的那个人 是不是因为美国在帮助以色列 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主动 都自焚了 对不对 他说他对这些孤独的 疲惫的 还有能自我怀疑的美国人 传达一些话 他说美国作为一个 几乎独自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 美国肩上承担着沉重的希望 我理解这是一种的沉重的负担 尽管世界既希望于美国的领导 但不应该期望美国独自承担这一切 我觉得只能说日本期望美国的领导 你说全世界的话 有争议 其实对 当然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讲 就认为就是说 只有支持美国和日本的才是全世界 其他的都是蛮夷 都是一些野蛮人 都应该就是说把他们杀光 就是说我们是皇帝 他们是赤油 我们把他们灭了 就完事了 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他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他理解的 他理解的世界 就只有他们 其实是没有其他那些人的 他说是的 美国的 他说尽管全世界 既希望美国领导 但不应该期望美国独自存在这一切 我们日本也会分担 是的 我们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会在莫斯科的冲击下崩溃 没有美国的存在 印太地区将面临的更加严峻的现实 就是意思 美国必须要支持乌克兰 支持日本来对抗 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在印太地区 支持日本来对抗中国 这样这个意思 给你翻译一下 怕你没听懂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 一个日本人 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朋友 我们日本人 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 为自由的生存保证 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民 也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我并不是因为 对美国的强烈的依赖 依恋而说这些话 我不是特别依恋 但是还是 但是就是说有 我对你们有强烈的依恋 但是我不是因为 对你们强烈依恋而说这些话了 对不对 你懂这个意思吗 不是说不依恋 是依恋 所以我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捍卫自由民主和法治 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本人民完全致力于这些价值观 我不想给我们的孩子 留下一个压制人权 否定政治自觉 被数字技术监控生活的社会 我知道你们也不想 这都是指的 在指着中国 那维护这些价值观 既是我们美日两国 也是未来 世代全球的事业和利益 现在日本和美国的军人 正肩并肩的工作 以遏制侵略 并确保了和平 我钦佩他们 感谢他们 并且我知道 当我说他们 受到我们两国的感激之情时 我代表了我们的所有人 在名为自由与民主的宇宙飞船上 日本非常自豪的与美国并肩作战 我们已经准备好 做必要的事情 世界民主国家 必须共同努力 日本已经与美国 肩并肩的站在一起 日本在这些年来 发生了很多变化 日本已经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破败中 恢复过来 从一个沉默的盟友 变为了一个更加自信的盟友 日本重新的向外看世界 这实际上就是 宣誓 日本从安倍晋三开始 他们就想要重新回复一个正常国家 回复自己的军事实力 日本已经转变了国家的安全战略 印太地区未来的威胁 促使日本改变了政策和思维方式 我本人一直站在加强 美日双半联盟的最前沿 2022年 日本宣布到2027才年 将把国防预算大幅增长 占国内成长总值2% 荣有反击能力 其实说白 就是荣有的攻击能力 并且改善了网络安全 如今 日本都到美国对日本的支持 美日联盟提供的遏制力量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美国现在支持日本的 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 重新武装日本 日本已经对俄罗斯 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措施 日本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 包括反无人机侦测系统 而这个实际上是 北约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参与到 北约的售网当中去了 他说是的 日本甚至在与我们相隔甚远的 世界的另一边 与北约开始合作 北约要到东扩 东扩北大西洋 东扩东扩 一直东扩到太平洋来 以后叫北太平洋公约 不是北大西洋公约 这个东扩东扩 已经俄罗斯都不够他们扩的 一直扩到什么 印度日本韩国来了 我们还要补充的是 今年二月份 为了帮助备受痛苦的乌克兰 度过这些渐渐时刻 我主持了一次 关于乌克兰经济增长 和重建的会议 日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和日本自信心的增长 日本的视野超越了 成为美国最亲密盟友的范围 日本首先成为美国的地区伙伴 现在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 全球的利益 我们都要共沾 美国日本的关系 从未如此密切 美国日本的愿景和方法 如此的一致 如今美国日本的合作 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 很多人都说 法国的马克龙 应该像日本的岸田文雄去学学 你看看日本来的 都是什么态度 你看你法国 法国老想要摆脱美国 自己一个独立存在 对不对 你看日本 人家俯首甘为如子牛 对不对 你看人家的态度 多么的令人钦佩 这跪舔的姿势 是不是 如今美国日本的合作 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 例如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 三边和三边合作 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了 能看出来吗 就是美日印澳 再加上什么 菲律宾什么的 都加进来 还有韩国 以及通过G7和东盟的合作 去年夏天 美国 韩国和日本的三国领导人 在戴湾营召开会议 开启了我们合作的新时代 美国 韩国 日本开会 针对谁 还是针对中国 从这些努力中 美国和日本建立了 一个多层次的区域的框架 美国 日本的联盟 成为了一个力量的倍增器 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我们努力实现 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干掉中国就好了 就可以实现了 就这意思 在美国国会的议会大厅 我们应该得到强有力的 来自美国两党的支持 就希望两党能不能给鼓掌 一起来 我们要对抗中国 这样这意思 两党还都是支持的 这没问题 两党两党都支持 他说日本相信美国的领导 我们也相信美国的经济 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 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了8000亿美元 创造了近百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这些都是优质的工作岗位 仅制造业就创造了50万个 工作岗位 为什么提这个 这次安倍经常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当然这个是不能在国会演讲上说的 这不能公开说 这种私下里要跟拜登谈 就是说让日本企业来收购美国之铁 这个事其实是之前就说到了 安倍来来之后 主要也要谈这个事情 但美国一直不想让他购买 还是对他不放心 然后也不信任 但这种不放心不信任 都是私底下的 明面上是不能说的 明面来来之后 谈的都是好的 都是我对你进行多少投资 往你创造多少好处 就是这样子 但是日本政府也在花钱 购买一些税客来游说美国国会的议员 安倍晋斯 安倍晋斯 安倍晋雄这次来 也是要税俗的 因为拜登已经表态了 就不支持 不希望日本的企业来收购美国之铁 这点来讲 你要明白 就是说美国如果收购日本公司的话 拜登都支持了 但日本公司收购美国公司的话 就要登逼的上脸 所以就是说 你不要说那些没用的 你知道吗 跪舔你就跪舔 不要登逼上脸 然后不要上脸 跪好跪辞事 就这意思 好 他在日本国内 我们正在推行的一系列名为 新型资本主义的措施 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 共同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携手合作 将我们面临的社会挑战 转化于资争引擎 工资增加 资本投资 股票价格 所有这些指标 都达到了最近30年来的新高 什么意思 就是我安全全情 治理的好 就在我的治理之下 日本的工资增加 资本投资 股票价格 都是30年的新高 这给自己吹牛逼的 这是说自己的 日本经济正在通过利用这些 全所未有的重大的改革的迈进 一个以增长为老项的日本经济 也应该促进对美国的更大的投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应该允许我日本对于美国 能有更大的投资 对于美国有好处 你不能拒绝 我不让你买你的企业 这不行 其实这个意思 给你翻译一下 我们可以帮助推动全球经济 使全球经济 朝着未来几年的强烈增长轨进的前进 就在昨天 拜登总统和我展示了 美国日本在新一代 新兴技术方面发展的承诺 如人工智能 量子半导体 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 美日的双边合作范围 也扩大到了太空领域 我们将走向更加光明 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电视转播 今年的1月 日本的月球着陆器 日本的月球着陆器任务 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精确的 在月球着陆 昨天拜登总统和我宣布 一位日本国籍的宇航员 将成为未来 阿尔弥留斯号任务上 首位非美国的宇航员 跟随美国一起登月 这是说明 美日在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合作 他说 让我用最后的话来做结束 我希望你们知道 日本对自己作为美国 最亲密蒙儿角色 我们是多么的认真 我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我们相信美日对于和平至关重要 美国和日本对于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和日本对于繁荣至关重要 在美国日本共同的信念下 紧密相连 我向美国承诺 日本坚定的联盟和持久的友谊 未来的全球伙伴 今天日本是美国的全球伙伴 将来日本也将是美国的全球伙伴 未来也永远都是美国的全球伙伴 感谢你们邀请我 感谢你们的款待 感谢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吧 不错吧 在美国国会得到48次起立鼓掌 还是美国人爱听 这都真正都是美国人爱听的 美国人非常爱听 美国人听了之后 非常高兴 而且两党两院都非常的高兴 都非常的爱听 都非常的受众 日本人在贵舔这方面 就是说日本人只要认得爹 贵舔方面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非常认真 这方面他的这种服务意识 作为一种服务型的国家 这种服务意识是非常强的 美国来讲真的是很高兴 至于那些其他的不愉快 就是说私下在谈 在跟班农在谈 再聊公开演讲全部都是愉快的 这点来讲 咱不说中国 中国这次肯定是作为目标 这没办法 咱说法国 我对马哈龙来讲 这次连反贼和恒务党 连马哈龙一起骂 说马哈龙去了中国 不知道习近平给他款待了他什么 给他下了什么迷魂样 回来了之后 偏要走一个自主的 一个欧洲的一个体系 跟美国其实渐情渐远 在很多事上跟美国唱反调 包括这次以色列问题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要理解 要理解 就是说法国和日本 所以一个比较的话 有的时候你要理解法国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强国 他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你明白吗 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尊的一个国家 你明白吗 这个战争跟日本的 它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所以这来讲 你要去体谅马哈龙 他有他的尊严 你让马哈龙跪来跪舔 马哈龙说臣妾做不到 好吧 那这期节奏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